三 二 一 公司協力候车停 热阳启用圆满成功 恭喜 看到这个像飞机机舱造型的公车候车停 让许多民众觉得耳目一新很有创意 谢谢 特色体还可以吗 有漂亮 有漂亮 对 坐着有一个觉得很舒服的感觉 对 有个说飞机的感觉 看起来就是好像在那个机舱里面 有个好看的 有比原来都好看吗 好看多了 看感觉 很希望你们喜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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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出国了 你要看到这个 要有星空 一二 要有星空 就很有那种 就是準備要出國的那種氛圍感覺 然後他的背景也有把那個星宇的意象弄起來 我覺得整個感覺很棒 這個已經勾起我過去 在當機長的時候 在飛飛機的時候那種感覺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 夜間航班的感覺 那種感覺非常非常好 然後遊星空的感覺 是第五個 第五個了 我馬上還有第六個要出現 第六跟第七個 大家期待 這個航空公司跟我比較沒有相關性 為什麼可以爭取成功 因為七月航空是我們的好朋友 那所以他一聽說基隆要做這樣的後車停 他說他願意參與跟我們一起共榮共好 我也很感動 因為這後車停其實花了要七百五十萬 我們都知道在台北市議會的話 要過在基隆市議會 應該有點難 那企業用他私人的力量來協助基隆 我覺得很感動 而且我們從去年十月份 看景到現在最後完工 這個是最辛苦的 施工也花了兩個多月 甚至當時延後了兩個禮拜 是因為要接管 他晚上都會有燈光內 像那個飛機艙的感覺 怕危險 因為那段時間都有暴雨 怕工人危險 所以延後了兩個禮拜 造成一般等車的居民不方便 我們也表示錢 像他那個窗戶是不是也都特別 特別定做 是八十幾歲老師傅 手工 當然我們會放片子給大家看 在工廠裡面做快兩個月 慢慢磨出來的 這個公司協力的 基隆火車站南站後車停 啟用典禮上貴賓雲集 包括基隆市長謝國良 副市長邱佩玲 議長佟子偉 副議長楊秀玉 中山區和仁愛區多位議員 星宇航空公車站設計師李凱莉 以及台北市議員張志豪跟林真宇 都一同出席啟用典禮 這個星宇航空公司協力後車停 終於要開幕了 那我也想跟我們邱佩玲副市長說一聲 辛苦了 請大家給他一個掌聲好不好 這個後車停真的花了大家很多的心思跟努力來完整 然後到謝國良市長時代 我們現在跟公司企業的共同來共好 就是讓我們這個星宇航空 有這個機會來認養我們這個後車停 讓公司來合作 讓企業的資源可以挹注創意 放心在我們基隆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具有特色的公共建設 我們應該特別把邱佩玲副市長掌聲一下好不好 給他一個掌聲 星宇航空任養我們就是基隆南站 這個就是公車停的一個整個打造 那也讓我們整個基隆市 整個就是整個城市的品牌提升 那我想一個老舊城市真的是需要 我們一些品牌性的一些企業 來一起共同打造 這個後車停都讓我回想到 我過去擔任機長的時候那種感覺 它的設計其實就非常現代感 那麼也可以跟很多民眾那種很溫馨的感覺 尤其是剛剛這個副市長有講到 這個如果要單靠我們這個官方或政府來做 其實都不可能 那怎麼樣可以跟產業界做一個結合 然後也可以造福市民 等於說是三營的一個這個境界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不簡單 也是我們應該要一起做的事情 看到剛剛佩玲姐跟我們介紹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因為公司協力我覺得現在是各地方政府都非常需要的地方 剛剛有特別講到 那星雲航空就是自己就是支付了750萬 我覺得這在台北市其實希望有機會 因為今天透過我們的那個北北基的平台 然後我們希望是不是佩玲姐也可以幫我們引進一下 讓台北市也有這樣子的機會 可以推動一下北北基的觀光 我覺得這應該是我們今天最主要來借鏡的一個方向 西雲航空的一個這樣子的後車停要來開幕 那我就想邀請我們的張志豪機長跟我們的曾宇議員 因為他們也都跟他們都有家人在基隆 所以我們就邀請他們過來一起來參觀一下 那彼此之間可以做很多市政交流 所以基隆跟台北是非常緊密相連的 所以我們過一陣子也會邀請萬安市長來基隆 跟我們做更多的市政交流 將後車停大改造 市長謝國良對於這次星雨航空的投入和用心表達感謝 另外市長也強調 公車停的公司協力合作 不僅是城市美學 更是提升基隆市公共運輸服務品質的具體作為 未來也會陸續進行更多的都市更新跟美化市容 讓基隆越來越美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